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当代著名的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哲学思想 今天的内容依然非常抽象 但是这是桑德尔批判罗尔斯正义论的关键一期 大家耐心仔细地看完 前面我们介绍了原初状态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 罗尔斯通过对原初状态各种条件的设定和解释 推荐出了,人们在原初状态中必然会选择两个正义原则 罗尔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从原初状态造正义原则的合理性 而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的设想实际上来自于康德尔的鲜艳自我 或者说对鲜艳自我的经验化 他试图在经验的范围内保留其理论的道德力量 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就是原初状态 而原初状态的重要目的也实现了自我和目的的分离 让自我可以优先于任何外在的目的而存在 前面我们介绍了在罗尔斯设定的原初状态里面 我们拥有自我意识 但是这个自我独立于外界的一切经验因素和功利性的目的 比如这个自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 种族 性别 阶级 财产 不受任何天赋价值观还有环境因素的影响 显然在罗尔斯无知之目的思想实验 原初状态中设定的自我 类似于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鲜艳自我 好像有一个纯粹的自我意识 通过这种方式 罗尔斯实现了自我和目的的分离 同时让自我优先于任何外在的目的 那更进一步 罗尔斯推道出了 自我的权力是优于外在的目的的善的 这个自我就是一个拥有他所选择的各种目的的主体 同时这个主体也把善的观念 看成是一种值得承认的观念 所以罗尔斯实际上把这个主体也看成了一种道德主体 因此罗尔斯说作为大的主体 我们并不是由自己的目的所限定的 而是由自己的选择能力所界定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 实际上罗尔斯确立了自我主体和目的的分离 并确立了主体的优先性 但桑德尔指出 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中设定的主体 实际上是一个唯意志论的行为主体 并没有摆脱先验论的范畴 或者说这个主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而是一个作为占有主体的自我 桑德尔说这个自我具有双重性 首先它完全占有了自我的主体 完全决定了我是谁 让我们失去了自我认知和反省的能力 我们没有身份 没有价值观 没有任何目的 我是谁 是完全被预设了的 桑德尔指出 实际上真正的自我的力量 恰恰体现在因其目的而产生的能力上 其次桑德尔认为 这种占有完全分离了自我和目的之间的观念 把自我独立于目的 让自我具有某种优先性 但是也因此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因为这个时候的自我是一个没有任何目的的存在者 桑德尔指出 如果自我看成一种优于目的的存在者 那么这个自我就不具有认知能力 也不具有反思的能力 是预先给定的 被占有了主体的自我 而这种占有实际上让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桑德尔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当一个人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力 比如生命 自由 对幸福的追求等等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自由的 他占有了这些权力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被限定在这些权力之中 一个人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权力 他只能享受自己的权力 当我们说他占有了一些东西 实际上我们也被一些东西所占有 这种关系是相互的 就像一个小孩想得到一件玩具 这种心思和欲望就占有了他的心智 总之 桑德尔指出 罗尔斯所设定的原初状态下的独立自我 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罗尔斯解释说 在原初状态中 构想的一个相互没有利益关系 也没有任何外在目的和动机的主体 是为了确保让正义原则不依赖于任何强假设 能够在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散得观念的前提下 产生正义的原则 但是桑德尔指出 罗尔斯的这种假设 恰恰是一种强假设 因为这种观念认为 正义是应该产生于一个没有利益相关的环境中的 尤其是他排除或者说贬低了 比如仁爱 利他主义 还有共同体情感等等动机的价值 这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偏见 这句话也非常重要 罗尔斯原初状态预设的 恰恰不是一种中立的环境 而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偏见的观念 根据这种观念 对一个人来说 最好的希望 莫过于自由自在的做自己的事情 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 总之 桑德尔认为 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的设定 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设定 而是一种带有强烈的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的设定 虽然罗尔斯曾经反驳过 这种个人主义的偏见 认为一个有序的社会 不应当首先鼓励个人主义价值 个人不应该只追求自己的路 而对他人毫不关心 共同体的价值 也是可以由个人选择去追求的 但毫无疑问 罗尔斯的观念是个人主义的 罗尔斯的自我 不仅是一个占有的主体 而是一个 现在的个体化的主体 且总是与其 所拥有的利益 具有某种距离 这种距离 将自我置于超越经验的位置 让它变得无懈可及 但尚德尔指出 如此彻底的独立的自我 排除了任何的目的和善的观念 排除了任何依附关系的可能性 它也排除了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排除了一切共同体的价值 但实际上 在生活里面 参与者的身份和利益 是至关重要的 罗尔斯在《无知之目》中 预设了一个自由而独立的自我 不受任何现在条件的约束 能够自主的自己选择各种目的 唯一约束我们的道德责任的来源 并不是习俗传统或者继承状态 而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 这种思想强调 甚至过度夸大了个人的权力 而忽视了共同体的价值和集体责任 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和伦理观的薄弱之处 与它的吸引力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自由的 独立的自我 不受任何 未经我们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 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很多 我们通常认可 甚至嘉奖的道德和政治义务 这里包括团结 忠诚的义务 历史性的记忆等等 哲学家麦尽泰尔说 一些年轻的德国人相信 在1945年后出生就意味着 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 与他们的同辈犹太人的关系 是没有任何道德联系的 麦尽泰尔说 在这种观点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种道德上的肤浅 好了 今天内容就是这些 那下一期内容 我们继续介绍桑德尔的哲学思想 我们再更进一步分析 即便是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的设定 是合理的 那在这种原初状态下 达成的正义原则 就真正具有道德价值吗 桑德尔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一期视频接着聊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和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